中国制造出世界最大塔式起重机 此消息发出之后 德国工程专家还不信 不料启动后当场看惊呆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融合了158项创新科研成果 305项发明专利的全球最大塔式起重机 在中联种科昌德塔基智能工厂重磅下线 这是中联种科的又一次自我突破 也是中国先进制造发展过城东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它的出现将为中国工业重型化 建筑工业化提供更为先进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提高中国品牌在全球塔基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它就是由中交二行局和中联种科共同开发研制的 720行全球最大塔式起重机 可以让重达600吨的汽车飞上130楼的高度 该塔基拥有性能超强 技术先进 专利众多等特点 是塔基制造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 该塔基额定起重力举达2万吨 最大起重量为720吨 最大起升高度400米 相当于能一次性调起500台小汽车调至130层楼的高度 塔基融合了158项创新科研成果 305项发明专利 其中有6余项和新关键技术 12项世界首创 在超大型塔基和新关键技术方面申请专利达78项 是当之无愧的大国重器 塔基具备硬力流线均布的高承载轻量化结构构型 移动平衡住 安全与协同施工全景管理智能控制 超大型塔基首次应用大功率永磁同步驱动等最先进的技术 让设备更安全 智能 高效 绿色 该塔基汉缝总长度达490公里 相当于64个八达岭长城的长度 不箭单件最大重量达92.8吨 从设计到下线历史仅8个月 创下超大型塔基设备的建造速度奇迹 塔基建设过程中 中交二航局和中联众科投入超300台汉机机器人 近百台自动导向车 12台数控加工中心等智能化设备 引入40条智能化生产线 实现下料 焊接 机家 涂装 装配智能化 采用无人化黑灯生产线与无人配送传控车间 并基一全生命周期绿色设计理念 投入除尘设备78套 应用八大绿色制造技术 实现工厂绿色化运营 当这台世界最大塔式起重机亮相之后 德国工程专家还不信 不料启动之后当场看啥眼了 举悉 这台起重机主要用于中交二航局参见的 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道安徽朝马 长江工铁大桥 世界最大跨度双层选索桥 广东狮子洋通道等世界级桥梁工程项目 完全满足桥塔钢结构的吊桩 加快项目建设 缩短项目工期 马鞍山长江工铁大桥两个主跨均位1120米 中塔高345米 为世界第一高桥塔 南塔高306米 北塔高308米 中交二航局朝马大桥项目负责人王学进表示 我们正在建设的朝马大桥南主塔都是大吨位 大块头 上塔铸钢塔通过大截断吊桩施工 最大吊桩重量超过400吨 最大安装高度302米 最大吊桩幅度超过32米 新型塔基应用了行业内首创的移动平衡重技术 该技术可以让平衡重随着起重力矩的变化精准移动 实现吊桩性能60%以上的大幅度提升 如今 被语为中国建桥梦之队的中交二航局中13.7座 世界第一桥 十座跨长江大桥 六座跨度超1500米大桥 全球三座跨境超过2000米的大桥 二航局成建了其中二座 二航局投资建造全球最大的塔式起重机 将成为企业深刻践行国家重大战略 提升桥梁建造核心 能力和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国之重器 为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擦亮中国桥梁名片提供关键支撑 我们的720起重机 在平衡重技术 结构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等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和突破 解决了超大型塔机在墙峰 高师 重在等复杂极端工况下作业的多项事件难题 中联众和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技术的应用让这个全球最大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强 此外 720还创新高承载轻量化结构构型和重在分体式结构设计 在保证高承载能力的前提下 实现塔机上装结构重量较常规方案减轻20%以上 解决了运装拆难题 使用更加便捷 值得一提的是 该塔机创新如何摆照工业网络通讯 而提开安全预警及精确测量技术 使塔机即反应灵敏 又要装精准 实现塔机毫秒及响应 吊装定位精度10毫米 绿色低碳也是720塔机的一大亮点 此次 中联建起在超大型塔机上首次应用大功率永磁同步驱动技术 电机效率高达95% 较行业水平提高8%以上 更加高效节能 创新应用塔机能量回馈系统 系统电能回馈30%以上 据介绍 为了让重机更加灵敏 中联建起在智能控制技术上狠下了一番功夫 深度开发的多元信息融合ETI制控系统 应用230项智能控制策略 50项智能化技术 10项毫秒及响应 让G20在大和稳的同时 实现了快和准 走进长德高新区 一座座闪耀着中联绿的塔调局 正是园区最醒目的地标 2016年 中联众科启动塔机智能工厂规划 2019年1月 2021年5月 工厂1期 2期分别投产 智能制造的充分应用 彻底改变塔机行业粗大奔形象 将塔机从粗操型机械推向精密度机械 中联建起相关负责任介绍 走进智能工厂生产线 一个个机器人在车间里穿梭 一台台机械臂在生产线上挥舞 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制造生产场景 令人惊艳 据了解 中联众科塔机智能工厂 目前布局有40条智能化产线 包括12条无人黑灯产线 形成了一座智能工厂 二个灯塔车间三座智能力库 四条黑灯产线的布局 平均每18分钟下线一台塔机 每72分钟产出一台施工升降机 经过智能化产线 柔性化工装 高精重型机家设备的加持 和近千名大塔工匠的投入 中联众科超大塔机制造能力 实现量核质的突破 目前 中联众科塔机智能工厂 已经可以实现500到200000 吨米共13个型号的大型塔机 生产权覆盖 以运用于包括弹幕限于桥梁 风电 火电 核电 水电 能建 场管 超高层等工况 真正在建筑其中调装设备领域率先 满足全系列 全工矿的需求 做到了场景全覆盖 据介绍 目前 中联建起已经形成了 以长的产业集群为核心 辐射国内五大基地加国外 五大工厂的中联塔机 全球制造版图 以长的高新区为核心的半小时 供应生态圈 主机带动配套产业智能制造升级 覆盖80%主机配套件 带动上游规模企业超51年产值 配套就业人口径万人 全球最大塔式起重机720的圆满下线 标志着中联重科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大塔技术 站在行业发展最前沿 作为刷新全球最大塔式起重机记录的重器 其生产制造是不是工程量更大 生产周期更长 对于这个问题 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720起重机项目整体实施工时达33280人片 相当于120人连续工作10个月 但是通过智能制造 重点管控八位关键控制性工程 评估制定18项运行工程 从设计到下线仅历18个月 比创下最快交付周期记录的 Double以12000到450还要快两个月 再创速度奇迹 近些年来 中联建起多次组织并承担国家 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主持编写全球塔机标准 超大型塔式起重机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或行业首个国家科技进步讲 公司伊托集团建设机械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及企业技术中心等权威的技术中心 建设有国内最大最专业的塔式起重机结构机构 电器实验室公司申请专利数达1023件 其中发明授权305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是塔机行业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 极致产品性能实力 带来火热的市场表现 据悉 中联重科大塔市占率在行业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是全球交付最多 生产能力最强的大塔生产厂家 当前 塔机智能工厂中同时生产的超大塔就有数十台 如中铁建大桥局和四川路桥分别采购的320起重机 将用于张敬高长江大桥施工项目 这是全长约29.8公里的世界最大跨度桥梁 中铁建大桥局和湖南路桥分别采购的R4300-200 将用于世界最大跨度的公路斜拉桥 将领长江大桥建设项目 未来 中联重科将持续在智能制造上发力 将每一次的新突破视为创新的新起点 一次次超越自我 一次次刷新世界记录 大塔时代下的领航优势更加明显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